110学年度大学繁星推荐放榜大家致用高中今年成绩表现不俗 一共有19位同学有资格报名参加繁星计划 最后有18位学生上榜不但录取率高达9成 也创下该校10年来年年都有学生考上台大的记录 消防也表示这些学生大多都是选择就进入学 靠着平时上课认真按部就班 在繁星计划当中顺利录取心目中理想的学校 同学们拿着各自录取的学校手版在镜头前拍照留念 110学年度大学繁星推荐放榜 大甲致用高中今年共有19位同学有资格报名参加繁星计划 最后有18位学生上榜录取率高达9成 那前果的总录取率是60.5% 但是我们致用今年的成绩很好 我们只有一个班毕业生 我们有19位有资格报名 有18位入棋 那也有6位啊 入棋相当顶尖的国立大学 总入棋率是95% 这个在前中部地区算是最高的 那么我们很期盼啊 这些学生到了大学以后啊 都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 完成他们的理想 而这一次繁星放榜在国立大学部分 共有6人顺利抢攻顶尖大学 当众录取台大历史系的沈平勋同学 国中时放弃就读市去明星高中的机会 选择离家近的志佑高中就读 靠着平时上课认真 按部就班 最后在繁星计划中 顺利录取心目中的理想学校 我考上台大历史系 然后我觉得念书就是每天都要读 然后就是长久累积可能就可以有一点收获 就是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这样也不用通勤的时间 然后就是这里的老师也都对我们很好 其实感觉在市区读跟社区读 主要都是看个人 所以觉得就是说应该都没差 而且在社区读又可以有 那么高的讲学金应该就来读了 校方也表示志佑高中虽然是社区型学校 但连续十年年年都有学生考上台大的记录 相信同学们只要把握学习机会 在老师的带领之下 依旧能够为自己考出亮眼的成绩 找到未来的梦想道路 建成报案台中超报道 这些事情 你能够国为的